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打的呢 反正就大家这块 心里面这块石头落下来了 出现过赢的话呢 是成为小组第一 这边输掉呢 也是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 把红球打走 主球留在底岸 也是可以 打薄边也是没有问题 看看小绘怎么选 打带跑 这一根 好球啊 黑球这个角度看一下 主球如果没有和红球贴住的话 黑球是有下 这一根打的是 太犀利了 刚才主球这么远的距离 是完全贴在了底岸 打了一根 这个角度也是不错 这个角度高干 主球呢 推两颗心 起来叫左侧 两颗红球 他是来炸散红球 这个由于角度比较直 主球一颗心以后 炸到红球队的力量呢 已经是消耗了很多 这样的话呢 红球队没有被带伞 进攻也是被阻碍 红球队的力量 中国大臣 六颗 六颗 四颗 九颗 十五颗 最正的 五颗 六七颗 1分钟 如果是这个小组A组和C组交叉 B组跟D组交叉的话 中国队这盘球还必须要拿下 如果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 就面对苏格兰 苏格兰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对阵 如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将打自己的同胞 中国香港 那这样的话 如果中国队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那么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 不论如何 都有一支中国的球队进入到四强当中 所以这盘球其实还是很关键 尽量的要能避开苏格兰 这个角度 贴着粉球过 打红球 小慧是 打得很拼 没有过多的去做防守 好球啊 远距离打近 但是有一个厚斯诺啊 如果选粉球的话是厚斯诺 如果选黑球的话呢 这个和黑球形成进球的角度呢 有些大 看他怎么较位 弹一颗心过来 好球啊 好球啊 漂亮 要这个最右侧的这一颗 大家看刚才这个架杆的姿势啊 这个架杆再别扭 你看丁俊辉也是把这个架杆放平压在手下 就是大家平时练球的时候 打球的时候 架杆的这个平稳 是非常关键的 很多球球迷喜欢就是 手里面握着架杆啊 凌空的这么支架杆 这样的话是错误的 稳定性要插很多 对 OK 红球堆正上放这一颗 好 用粉球来过渡 推干 推到红球堆的